大陸一新紫砂湖190组建会合台湾史博物馆藏 今天请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盛大展出 大陆各家精品进出 单价最高的在市场上可以上汉到了千万元的人民币 而历史学家连横使用过的紫砂湖也在展出行列 大陆江苏省紫砂湖精品190组建加上史博物馆的收藏 一共260件10月5号起在史博物馆盛大展出 四倍中国工艺大师的作品也捐赠给史博物馆 包括了这件顾景州巷 我们这个紫砂矿它有多种颜色 所以也熟成五色土 但是它每一种原料单独的 只要经过刚刚的那个过程单独的沉泥 只要加水就可以 这是其他的别的地方所泄在发泄的淘土 所不一样的 台湾在8090年代经历过紫砂湖热 当时中国的紫砂湖艺术家也来台湾推动紫砂湖的艺术 这次大陆在台北的紫砂湖展是陶都丰陶瓷艺术展的延续 是宜兴紫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富坛展了 现场最贵的一个湖要千万人民币 而这两个清代乾隆时期的古董湖则是无价之宝了 此外连横先生的功夫茶壶 这次也一并展出是由史博馆收藏 这也显示台湾早期世神喝茶品茶的历史文化